政經 關不了 政經 政經關不了 政經 今天要跟大家談談總統大選的一些花絮 也牽涉到社會新聞 簡單的說就是 今天整個總統大選 蔡英文是整個在下棋的人 她呢 各位 817 1450 你們千萬不要以為 民進黨現在上下團結 一心在挺賴清德 以蔡英文為首的 一幫子人呢 現在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在扯賴清德的後腿啊 真的待會跟大家講一個 現在剛發生的社會新聞 我解讀給各位聽 各位聽聽看有沒有道理 好另外呢就是817萬票 好我們告這個中選會的事情 因為中選會對我加重誹謗嘛 把我罵了一頓啊 說我這個什麼 什麼造成社會對立啊 把我罵了一頓 我就告他妨害名譽 結果 當然 想都不用想吧 就是我敗訴 都沒有關係 我曾經講過 我說 孫中山啊 敗了10次 他只贏一次 如果我們從打擊率來講 對不對 11分之10 他的打擊率呢 連一成都不到 0.909成 可是呢 他贏了 建立第一個 亞洲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 各位歷史都念過吧 第11次贏就好 所以今天我們來整肅這批惡觀 沒有關係 這中間讓你去慢慢贏 我贏最後一次 我把你們通通一網打盡 好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因為我們拿到了這一個中選會 李靖勇陳朝健等人 公開利用官署發新聞稿 而且接受採訪的時候 罵我 指名道姓的罵 竟然沒事 理由是什麼 我就一直說 我說我得佩服這三個法官 這三個惡官啊 我得看看你們怎麼寫判決書 今天判決書出來了 待會兒我再告訴大家 大家好好的笑一笑 不只是笑 這真的是荒天下之大機 而且 就他的判決書 我保證 今年選舉 選前會出大事 因為 中選會可以隨便講話 這都是中選會的言論自由 這整體講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中選會可以在選前 突然說 侯友宜會選 然後事後說 這是我的言論自由 因為法官這麼判的 法官說中選會也有言論自由 就算講的東西不是事實 造成誹謗 這也是他的言論自由 這就是今天我拿到的這個案子的判決書 最可笑的部分 待會兒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 跟大選有關的一則社會新聞 這則社會新聞聽好了 台南市前議長市議員郭信良 解決書 你所寫的事情 可能現在是 你說彭P這就是一個社會新聞啊 你看這個郭信良的平常這個風評也不好 其實我要告訴大家 邱莉莉林志展雖然在競選這個台南市議長的時候 可能跟這個鄭國會跟新潮流之間 這個大大的廝殺了一場 各位可能會覺得說 甚至有媒體用標題認為是賴清德在清理門戶 大錯特錯 這是蔡英文在整肅賴清德一時二鳥之際 怎麼說呢 讓我分析給大家聽 我對民進黨的派系還算有一點點了解 那當然我們側面的看 但是我用一個教了20年台大新聞研究所的研究方法的老師 我用邏輯分析給你聽 這個案子絕對不是賴清德在整不同派系的郭信良 第一個賴清德毫無能力掌控台灣的檢調系統 如果有的話他就不會一再的被鬥 然後各位想想看台灣這一波 在我們現在談這個me too 之前 台灣這一波在燒什麼 在燒地方的一些施政上的問題 先是88槍擊案88槍囂張啊對不對 牽扯到這背後面一大堆的利益啊光電啊 什麼奇奇怪怪的事情 就地方上的盤根錯節的政商體系 請問台南這過去20年盤根錯節的政商體系 始作勇者是誰 不就直指賴清德嗎 不一路民進黨執政嗎 那整個體系不是從賴清德這樣一路下來嗎 所以相裝五件啊意在佩功啊 而且各位沒想過 這一連串的新聞下來 從讀者的角度來看 對誰負面影響 對民進黨對台南印象很不好 民進黨現在不是在選舉嗎 台南不是賴清德的本命區嗎 這些形象不好到底對誰受傷害呢 難道賴清德會拿自己的磚塊砸自己的腳嗎 再接下來台南市議會議長副議長丘莉莉林志展的會選 就這樣當場被逮啊 這丟了一個大燙手山魚給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當時就是因為台南市議會 李全教當議長的時候 說他會選 然後賴清德不進議會 抵制這個李全教 那時候大家覺得哇這個看 這個市長有勇氣啊 跟這個會選宣戰啊 結果呢 今天他的嫡系子弟兵 嫡傳子弟兵 邱莉莉 這個新潮流明顯的台南市的接班人 結果呢 坑都沒坑一句 輕心放下 對不對 還要一起才到日本去 所以 你說 這個是不是丟一個燙手大山魚 你看賴清德敢不敢辦自己 那讓大家看穿他跨破卡丘嘛 所以這一連串的檢調清算台南相關的政治人物的動作 傷了誰 當然是傷賴清德嘛 那請問 有誰這麼狠 難道是侯友宜嗎 侯友宜能力動動台灣的檢調 那門都沒有 柯文哲 你沒被鬥就不錯了 郭台銘 邊都沾不上 誰有能力動 剪掉系統 好 如果你不相信 那咱們再來看第二個說法 你可能會說 按照這個媒體的邏輯說 因為他們曾經在這個議長選舉的時候 新潮流跟政國會 槓上了 所以賴清德現在在收拾地方的派遣 是這樣嗎 好 郭信良等同於陳亭飛 我想去Google一下社會新聞 有的沒的 這個三色星 你會看到郭信良跟陳亭飛的關係 非同小可啊 那麼 整郭信良不就等於整陳亭飛 不就等於整鄭國會嗎 那你說鄭國會跟這個賴清德不是競爭對手嗎 新潮流 各位再看看上個月 誰閒賴清德之命 去美國 見到了三十幾個聯邦國會議員 而總統府非常不開心 還阻止他 不讓他去 而且接待呢 在這個駐美代表處冷接待 根本就不當回事 這整個行程還是透過楊信洪 透過美國的一些單位去安排的 所以這個道理就很清楚了 這個道理的 整個立法院民進黨沒有人敢跟 誰跟了呢 陳亭飛 陳亭飛不是鄭國會的嗎 因為 總統選舉 派系之間的糾紛呢 先放一邊 那陳亭飛去挺賴清德 這個動作是代表鄭國會 向賴清德新潮流示好 游锡坤呢 自己是幫了一個賴清德大忙 结果回来当天刚下飞机 没几个小时还在昏睡的结果 宜兰就出事了 陈欧破也就出事了 也是检掉 所以各位要看这个局 真的要深深的了解人性 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兜起来 就不会像报纸表面上写的 好像是赖清德新潮流 在整肃政国会 选前几个月 你内斗对你有什么好处 更重要的是我要讲的是 赖清德根本没有能力掌控减掉 一点能力都叫不了 他没有被逗到满头窗疤 满头流浓已经不错了 所以这则新闻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从这个脉络一连串看下来 你就会发现这都是背后有高人在下棋 这个棋叫做一石二鸟 就是我在台南赖清德的本命区 打击大家对于台南跟民进党的观感 谁伤得最重 就是赖清德 然后又让外界认为这是赖清德的派系斗争 在清理战场 这不就是一石二鸟吗 谁放这个消息给媒体的 再来我们来看看 更好笑的是 这个一瓶新闻网 这是苹果新闻 一瓶新闻网呢 把这个新闻巨细迷移的给报道出来 不是这个侦查不公开吗 这个 这个细节这么详细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呢 还讲到谁派了哪些人去搜索 然后这个公司是怎么样 借尸借端 然后这个里长 跟这个 郭信良 怎么样去跟这个 收贿 勒索一千多万元 然后这个有关于土地重划 讲的这么详细 这个都没关系 这个是 简调本来就是 放话给记者去修理特定人 更好笑的是 各位看 整个搜索的过程 照片全部都有 这不是侦查不公开吗 搜索怎么会有照片呢 这照片谁提供的 你去看一瓶新闻网 里面有四五张照片 下面括号 读者提供 有这么神通广大的读者 这太厉害了吧 读者会去跟着检调搜索 然后拍下照片 提供给一瓶新闻网 所以我说台湾的司法 简直就是糟糕到了 简直就是一滩烂泥啊 这样子作为政客的打手 选举到了 打手出笼了 这打手是谁呢 就是蔡英文 你想也知道吗 台湾有谁可以调动得了 减调 叫你用黑金主查 就用黑金主查 我叫你把证据掩灭 就湮灭 我叫你隐藏就隐藏 我叫你起诉就起诉 有谁可以这么做 答案很简单 所以 所以 蔡婆婆又出手了 想都不用想 赖清德呢 心里面一定是 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这个媒体还以为是赖清德在收拾地方的派系 当然不是这样一回事 因为赖清德一兵一足都没有 而且党内呢 这个英系立委 跟英系的人马扯他后腿 我相信他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这就是今天呢 台湾发生的这个莫名其妙又出来一个简调新闻的搜索 大搜索 大阵仗 巨细迷遗 山雨越来丰满楼 赖清德的名字会不会出现在选举公报上 我的推测 未定之天 看来我的推测 还有欧崇敬老师的推测 越来越接近真实 不信 大家等着瞧 这段广告我们来看看 我告中选会主委李静勇 陈朝健的判决书出笼了 笑话一则 我告中选会主委李静勇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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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静勇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好 我手上拿的這一份呢 就是我告台北地方 就是台北地方法院的判決書 比如說我告中選會的李靖勇陳朝劍 還有兩位高美麗徐毅林的這一份判決書 那判決結果當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告中選會的四個惡官 加重誹謗罪 最後不成立 連我的民事訴訟也不回 我知道最近大家可能會覺得 彭P你好辛苦啊 這個怎麼一直一路敗啊 其實一路敗是正常的 國父孫中山跟我有兩個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第一個他兩次被通緝 一次被清朝通緝 一次被袁世凱吧 他兩次被通緝 那兩次被通緝 還流亡海外 也是通緝犯 那只是他可能沒有護照被沒收了 因為他有美國的居留權 所以他沒有這個問題 他可以到處通行無阻 還可以奔走革命 我比他衰一點 另外一個相同的地方就是 他呢 連敗十次 我差不多呢 我到現在為止也差不多連敗十次 所以 重要的不在這裡 重要的在於他可以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中華民國 是因為 他屢敗屢戰越挫越勇 最後呢 第十一次贏了 所以前面十次敗沒有關係 最後一次贏就好 對不對 這個打擊率嘛 你看 十一次打擊只有一支安打 你一成都不到 0.90909循環 沒關係啊 贏最後一次就好啦 所以我們等到整個論文門一舉成琴 我一定會把這一批惡官一個都不留 我一定把他們掃盡歷史的灰燼 窮我的畢生之力 先來看這個台北地方法院的判決書 這是刑事告訴啊 我們是刑事副民事 就是告中選會這四個惡官 陳朝建 李靖勇 高美麗 徐毅玲 告他們什麼呢 告他們加重誹謗罪 好這個判決書 法官是三個記好三個惡官的名字 黃宜金 草頭黃宜是新台宜 金是上面草字頭底下也是一個青色的青 另外一個叫做劉婷唯 卯金刀劉 庭院的庭 四維八德的唯 第三個惡官叫做郭佑貞 郭子儀的郭 佑就是兩個筆畫的佑 長得很像文的那個佑 貞左邊是一個四字旁 右邊是一個貞結的貞 郭佑貞三個惡官 然後這三個惡官我會把它收錄 也會把他們的刑事判決書收錄在我的惡官系列從書當中 我的惡官系列從書是從論文門衍生出來的一些相關的整個的 臺灣司法的全紀錄 我保證公平客觀的把他的判決書一字不漏的登載 讓大家來評評理 好 先看他的這個判決書 反正那就是我的妨害謎譽等罪 他的判決主文是妨害謎譽無罪 然後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的部分 他說不受理 好不受理的理由 我們待會再一個一個看 那麼來他的無罪理由 無罪部分往下寫了一大堆 那這裡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告中選會的四個惡官什麼呢 來底下的文字大家聽聽看 如果上面告的是你講的是你 你能不能忍受 他說在中選會110年2月18號的新聞稿上面說到 他說不實訊息 他參加這個事實中都是一大堆他說的 有在那裡說這個禁忍了 在同事的交易 瑄疏 這是兩大堆的 宣佈 上一堆 了 陳朝健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說 對於彭文正及其影片 該裁法律行動就會裁法律行動 如移送檢警依法處理 這除了公然侮辱加重誹謗之外 不是公然恐嚇嗎 請問我到底哪一句話講錯了 我接受比特王專訪的時候 我從頭到尾沒有提到中選會 所以中選會憑什麼站出來 對我出言不遜呢 我說的是蔡英文的黨內初選作弊做票 以及我對817萬票怎麼來的 始終保持著非常高度的懷疑 請問哪件事情錯了 蔡英文黨內初選的作弊有誰不知道嗎 光天化日之下做掉賴清德 還不到四年呢 誰不知道嗎 另外一件事情是817萬票 大家用常理推斷覺得不太可能 史上最高的817萬票 怎麼看都覺得不可能 怎麼推亂都可不可能 那不能懷疑嗎 而且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談到中選會 也沒有談到做票 那為什麼那麼心虛呢 幹嘛要對號入座呢 是做賊心虛嗎 好 那陳朝見李靖勇中選會 用這樣的方法詆毀我 我難道不能夠提加重誹謗罪嗎 好 那我們來看看了 這個三個惡官呢 這個黃怡金流亭為郭佑貞 這三個惡官呢 寫了17頁的判決書 中間 真正寫出來他們判決 這幾個惡官無罪的 不到半夜 不到半個頁面 剩下16月半全在講廢話 故意包裝一些東西 什麼言論自由啦 什麼講一大堆廢話 可是這些廢話沒有一樣 可以支撐他的理論 全是一些廢話 好 第二頁講什麼 講這個哦 寫了將近兩頁在提說 我們所提的這個字數 基本上沒有超過時間 因為我們要窒息犯罪 而且確認犯罪事實 沒有模糊空間等等 所以他說我們沒有超過法定效力 對 我們也沒有跟你爭執法定效力 我們只是稍微解釋一下說 我們沒有沒有任何的 呃法定效力的問題 因為我的律師哈 很仔細 他寫這個判決 寫這個書狀 他會先把你法官可能判決的東西呢 他把你先堵住 比方你要抓我說 我們超過時效 我跟你講沒有哦 這件事情是我們搞清楚 到底是誰做的之後 我們才來提告 這個對我們來講 我們的時效應該是從我們這個被害人 知道加害人是誰 而且什麼時候什麼細節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算時效 為什麼這麼寫呢 因為防害名譽是告訴乃論 就是說別人不能替我告 這個感受只有我自己知道 別人不能告 所以我不知道 那我就沒辦法算在時效之內 但是這是這是1加1.2的事情 這三個惡法官也畫一大堆篇幅在講這個東西 顯然是他不知道他要怎麼寫這個判決書嘛 你講了一大堆 然後接下來更好笑了 他就說我們告防害名譽這件事情 加重誹謗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道理呢 他說如果我們發現有這麼一件事實 自己感到不愉快 那我們就可以告加重誹謗 所以這個問題呢 在語法呢也是合理的啊 是自訴他說自訴這個事情是合法的 那還有你講啊 我兩個大律師 一個是當年這個最年輕的主任檢察官 結果不想幹了 退下來的張靖律師 人家在這個司法界不管是檢察官法官 或者是後面的律師加起來40年以上的經驗 還需要你教嗎 李政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高材生 他的思考這麼縝密 他的法學素養這麼好 還需要你講嗎 我們做的每件事情人不用合法 寫了四五頁在談這個東西 再來第四頁談證據 講了半天 他說這個按照犯罪事實 一證據認定 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不能夠證明犯罪的人被告 犯罪事實的時候 應該遇之無罪之判決 寫這個刑事訴訟法 寫了一大堆法條在講什麼 再說我們告這件事情的與法 是有據的 就說法條確實有這個東西 還有你講嗎 這個誹謗罪加重誹謗罪 行之有年了 難道是我們憑空捏造的嗎 然後他就寫一大堆 花了兩三頁講說 我們提供哪些證據哪些證據 他說這些證據都是存在的 那還有你講嗎 難道是我捏造的嗎 就他花很多時間故意在寫一些 不相關的東西 好像證明說OK 你們告這些東西 我都通我都看了 我也懂這些東西都沒有問題 不用講了 單刀直入吧 告訴我你這樣子罵人 什麼打擊社會 什麼造成對社會對立 你對一個台大教授 對一個台灣的良心分子 對一個擔任過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第一屆的社會公正人士 什麼叫第一屆 為什麼第一屆重要 因為法官法通過以後 第一屆的社會公正人士 是精挑細選的 不像現在全部是打手 那是馬英九在時候 馬英九其實任內有個很大很大的政績 不管藍綠都要稍微稱讚一下的 就是他把法官法法立了 意思就是說司法官 不管是檢察官或者法官 從此以後不再高高在上 人民有痛苦的時候 他可以不平的時候 他可以有一個機會去申訴 可以告官 不是到法院去告法官 法院告法官你怎麼告得成 對不對 你看我們告的結果你就知道 到法院告法官沒機會 所以他弄了一個社會公正 社會公正人士 當然這裡面11個人裡面 有有7個 是屬於 3個律師4個社會公正人士 然後4個是司法界的人 理論上這個組成是 是有心 要來揪出司法界的敗類 所以這是馬英九在朝的時候 他的這個司法院 開始訂立的這一個法官法 這裡面我就有一個公有一個 值得歌頌的 公臣或者說這裡面有一個推手 他已經過世了 是司法院的秘書長林錦芳 也是司法界願意 把這一個審判的機會 或者是自侵的機會 交出去給社會公正人士 我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選了第一屆的社會公正人士 的檢察官評鑑委員 我們不要說自己有什麼了不起 沒有 但是我們這樣子的一個經歷 可以讓你用這麼惡毒的字眼 透過中選會 網站受訪這樣子打擊嗎 可以嗎 好那沒關係 你講了半天你說這次你講這些東西都是事實 李靖勇確實他確實有講過什麼 出於惡意虛偽造假 構成危害法定要件 然後內容背離事實 還有這個什麼作業程序不符 試圖損及信譽 打擊全國的公務人員 製造社會對立 還說該採取法律行動 就會對彭文正採取法律行動 譬如說移送檢警 好這都是事實 沒錯你寫了半天 你寫到你看寫了6頁 已經整個判決書一半了 還在講廢話 什麼都沒寫 第三個又開始講廢話 他說自訴合法 證據確實是有 好接下來 他說 這個被告答辯說 這個是說答覆媒體記者說要採取法律行動 就會採取法律行動 他說這個東西呢是我們依法行政所以沒有涉及犯罪 當然 你如果今天說該採取法律行動就採取法律行動 到頭來選舉前一天中央選委會李靖勇突然召開記者會說 柯文哲 你喔涉及匯選了 該採取法律行動我們就會採取法律行動 我們會把你移送檢警 這樣可不可以 依照這三個惡法官 黃宜晶劉婷為郭宥貞 他說可以啊 他說因為什麼 他因為該採取法律行動就會採取法律行動這句話是客觀的 你別忘了他前面點名彭文正喔 如果這樣可以選舉前一天晚上 說侯友宜涉及會選我們該採取法律行動就會採取法律行動 把他移送法辦 依照三個惡法官 黃宜晶劉婷為郭宥貞的說法 這樣子沒有關係 因為他說的是 該移送法辦就會移送法辦 他並沒有說要把你移送法辦 其實是問說會議在你開關的話 一定是在你進去的 你對於我選擇要把排行動 你對於這次去做法辦 那你帶進去他 你對於柯文哲 我選擇要借呢 一把他舵要取得出來 我選擇要終了 所以我選擇 所以他選擇要不選擇 我們選擇的 但是他選擇 如果選擇 这一类不实讯息 不管是捏造或者散布 出于恶意虚伪造假 造成法定危害要件 讲了一大堆打击信誉制造社会对立 接下来说彭文正跟影片 该采取法律行动就会采取法律行动 所以如果这个事按照三个恶观 再念一遍黄宜经刘廷维郭佑珍 按照你们的逻辑 选前一天 李静勇开记者会跟陈朝健 这些恶观可以拍拍战 你三个法官一起拍拍战好了 说这个有关于 这个选举上面的不良的操作 已经构成虚伪造假 什么违法定要件 有关于侯友宜 跟他的所谓会选行为 该采取法律行动就采取法律行动 这个有没有意图使人不当选 没有 有没有妨碍谜语 没有 为什么 对呀 因为该采取法律行动就采取法律行动 这话有什么错 这就是三个恶法官 郭廷维 刘廷维 郭佑珍 郭一金的逻辑 好 再看 他后面写了一大堆 李静勇还有一样东西 他的辩论 他的辩驳的方式 你看了会笑死 他说 他不敢承认 他说 这一个我们说的那些 那些诽谤文字 这些诽谤文字 是机关的行为 对不起 我只知道机关是机的头上的那个罐 我不知道有个东西是会动的 会会毁谤人的 叫做机关 好吗 机关行为主管负责 谁讲的谁负责 觉得他的辩法是说 这是机关行为了 他说公务部门 这个是反驳 反驳没有犯罪 对 公务部门你要反驳可以 但是你不要骂人 你要反驳说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蔡英文没有做掉赖清德 党内初选没有没有没有 这赖清德活该 817万票每一票都是真的 没有一票是错的 可以 这是你公务机关的职责 但你不能骂人 对不对 你骂了那么多人 还要把我移送检警 这样子没事 不过我在这边先跟大家讲 你们不要难过 因为我还可以上诉 我在高院刑事庭 我还可以好好羞辱一下 这几个恶官 跟高院的法官 如果高院法官这么瞎 可以从今以后 我就写一个套一个公文 以后任何人 任何政府机关的人 你都可以套这个东西 对不对 你就可以说法官郭佑珍 你怎么这么做 是了 我都有论 我从而在那边 问我 你怎么看 我就是这样子 你这个有什么 我说 tangible 我打算 你这个 你这个 我一的 請問 哪一天蔡英文突然出來說 我們這樣子吧 兄弟們上戰場 明天我們反攻大陸 然後明天講完要說 沒有啦 那我的言論自由啦 對不對 我評論一下嗎 有什麼事 沒事 可以這樣嗎 所以我说选前一天 中选会会基于他的言论自由 出来说 哎呀好友谊呀 选举的是手脚好像不太干净哦 我要把你移送法办呢 该移送就移送哦 柯文哲啊 你呢 这个网军呢 好像到处拉拉手 对不对 打击这个 公务人员的士气哦 来 该移送法办就移送法办呢 选前一天选前之夜 按照这三个恶观 黄怡金 刘廷维 郭佑珍 他们说可以 没有问题 这是言论自由 请问 政府机关 一言上邦 一言新邦 他有个言论自由吗 我真的觉得 这些可怜的司法官 出卖自己的良心 践踏司法的尊严 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 进入广告 马上回来 阿殿阿老师 若董蒜 八粒 不流行的恶观 清正思法 来顾台湾 让咱北山 日志的心安 一日阿殿阿来 董蒜 为何正义顾台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Not at the apricotoring sky Whoa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ve walked this road ithloud There's not an end I've surfed this scene Found no-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the Earth Have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经关不了?关不了政经 我刚刚这个所现在正在谈的是 我告中选会主委副主委 还有两个恶官加重诽谤 因为他们用新闻稿 以及在受访的时候 对我做得非常恶劣的一个抨击 我只不过是接受了比特王的访问 谈到蔡英文在党内初选做掉赖清德 这是铁针针的事实 我只不过是谈到 黄毅玲医师问我说 对817万票有什么看法 我说我个人我是我的相信 我的相信跟我骗骗的 我不相信 请问你 作为一个老百姓 不相信政府有罪吗 请问 在老百姓不相信政府有罪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北韩也不会这样干 对不对 再怎么集权国家都不会这样干 我不相信政府 不相信是我的主官认定 不可以吗 好 再来 郭佑珍 刘廷维 还有黄怡金 这三个二法官 花了好长一个篇幅在谈言论自由 把我笑的牙都掉了 他说言论自由是我国 宪法十一条的明文规定 要给大家最大限度的维护 来认明可以自我实现 注意咯 使人民得以实现自我 不是使政府恶观得以实现自我 他连言论自由保障的对象是谁都没有搞清楚 言论自由大法官视线 以及在美国的First Amendment修正案 中间讲到最重要的是因为 人民有抵抗的权力 所以今天在美国为什么大家可以有枪 为什么大家说要把枪支这个没收不能合法化 炒到今天都炒的半天还没有结束 还是一样枪支合法化 大家可能以为是美国治安不好所以枪支合法错了 当时是因为南北战争之后 这个美国人在立国之后啊 开始意识到政府可能会非常的糟糕 政府可能会做出对人民非常不利的手段 而政府拥有枪拥有炮 所以人民要拥有对等的权利 所以才赋予人民有枪支的自由 枪支不是要对抗盗匪哦 枪支是要对抗政府 这是美国立法的精神 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思维 结果言论自由当然是保障弱势的人民 因为人民在政府的控制之下 人民要表达意见权利 不得被政府所剥夺 所以看好 宪法十一条民文规定的是什么呢 是言论自由使人民得以自我实现 沟通意见追求真理 监督政治社会活动的功能得以发挥 他今天把陈朝建 李静勇在中选会的言论当成是人民呢 你说这三个法官昏不昏庸啊 他哪个学校毕业的 黄怡金 刘廷薇 郭佑珍 这什么法官啊 这若有台大毕业的 我好好的训你一顿 我台大怎么会教出像你这样的学生 连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是保障人民 他都搞不清楚 谁是人民 我是人民啊 我人民被了政府给诽谤了 你回头告诉说政府这些人有言论自由 你是脑袋有问题啊 真的是太可恶了 这些人好 简直把这个判决书写到语无伦次啊 这简直是极致 结果你看 他还写什么 他说啊 这个公然侮辱妨害名誉啊 这不是指对老百姓有言论自由 他对公法人啊 包括各类劫涉组织法人团体啊 他说这些法人团体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了 所以不可忽视啊 但是什么呢 但是自然人跟法人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了 他说所以主张宪法言论自由啊 这个东西对法人来讲呢是可以的 他说我们不认为这个所谓的 法人代表不得主张宪法言论自由尚无可彩 这三个恶观刻意回避了一个重要的环节 法人分为司法人跟公法人 今天毁谤我的不是某一个公司 政经传媒 中时或者是这个自由时报 他讲的不是一个一般的法人 他今天讲的是政府机关的公法人 请问言论自由自宪法保障 或者是这个美国的修正案到现在为止 从头到尾保障的是谁 从头到尾因为讨厌害怕预防政府的滥权 所以给人民言论自由 他把言论自由变成了政府的言论自由 你说这三个恶法官是不是又笨又恶啊 黄怡金流廷为郭佑珍 你真的会把这个学法律的 会有一点逻辑的人给气死啊 言论自由明明白白说的是 使人民得以实现自我 沟通意见追求真理监督政府 他今天把这个东西变成 使政府可以实现自我沟通意见 追求真理监督人民啊 你改写了宪法啊 你们三个根本就不是法官 你们根本就是大法官的等级嘛 放在台北地方法院真是委屈啦 怎么会有这么脑袋不清楚的 引用这些法条 引用了半天 告诉我们说 他说明明就是把宪法保障人民的自由拿来放在政府的身上 这个可笑真的是不言可遇啊 这个可笑真的是不言可遇啊 好再来 他写了一大堆哈 他说这个侮辱啊 这个妨碍名语侮辱这个东西啊 就写了一大堆啊 最后他说啊 他说啊 这个侮辱行为应该参着行为人啊 就是这个中选会这三个恶观四个恶观的动机 目的知识程度惯用语言当时的刺激 还有用语语气内容连接前后文不能够以 知言骗语断章取义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断章取义啦 对不对 他说更不是单一被害人主观上的感情为断 好这可笑了 他说行为人以伤及被害人主观上的情感 但客观上对于被害人的评价无影响之后 不得以刑法公然无罪假以论处 这三个恶法官啊 刚刚我们说的那些话呀 他伤及的是谁啊 他伤及的不是我个人的情感而已啊 他伤及的是政府的公信力啊 而且他伤及的是一般小老百姓 可以认知的所谓的正常的话语啊 他简直就是一个无端的谩骂 而且这三个恶法官你有没有搞清楚啊 改变称秘马 佳浩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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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 每个人都说如果做法官员 或者说第1 tylko 你連 妨害名譽是 告訴乃論你都沒有搞清楚嗎 所以你還跟我講說這件事情要看客觀的情況不是主觀認定如此而已 你去看看這樣的話語 有什麼主觀客觀可言可以隨便罵人說說一個人這個 這個造成社會對立然後這個虛假不實內容對一個台灣大學的 教授對一個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的 社會公正人士 這樣子用語 他要把我這個 裁法律行動就會裁局法律行動移送檢警 而這樣子叫做沒有沒有任何的情感上的傷害 那我把你郭佑珍 劉婷為黃宜津 該移送法辦就移送法辦你覺得如何呢 再來 他說 我們告這個李靜有陳朝見 公文人員登載不實 為什麼 你明明知道我沒有講過這句話 我沒有講中選會啊 你還給我講這個東西這個是不是叫公務人員登載不實 我打擊什麼玄武機關 我說蔡英文作弊 跟玄武機關有什麼關係 結果呢 他怎麼說 他說啊 公務人員登載不實 如果 不是明明知道的話 就不會成立 意思就是說 但是如果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我不會作弊 那我自己的問題 所以 你可以讓我看到 他這個問題 你的什麼意思 人員會 陳朝見 這他何ária 抵制 勤立 我就說過這樣如果沒事的話 選前一天他就會對柯文哲下手囉 柯文哲我們認為你該移送法辦 就要把你移送法辦 而且不排除檢警處理 侯友宜選前之夜 選前之夜你們的行為 我認為該移送法辦就移送法辦 不排除檢警處理 沒事沒事 我只是說該移送就移送 我不該移送也就不移送 所以這句話沒意思 他的說法就是如此 好 再來他說 客觀上 本新聞稿的內容固然對於 自訴人的言論為負面評價 足以令自訴人心生不快 而傷及自訴人的主觀情感 好 又來了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承認這些東西讓人覺得不快 傷及我的主觀情感 好 最好笑 後面他整個判決書中給我抓到了一個把柄 這我在上訴的時候一定要好好的發揮 第九頁最下面他說到 他說 全文內容 並非隨意杜撰 子虛無有之事 貶損自訴人之名譽 而亦非毫無意義的抽象謾罵 他的意思是說這些東西都不是抽象的 不是謾罵也不是毫無根據的 他說 應謹為誹謗文字 尚不含抽象謾罵的侮辱性文字 好了 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是誹謗的文字 但是不是屬於毫無謀目的的抽象的謾罵 那就對了 我告的是加重誹謗 我告的不是妨害名譽 妨害名譽是謾無目的的謾罵 比方說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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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毫無目的的謾罵 這叫做妨害名譽 我告的是加重誹謗 就是有內容的 所以 這個三個惡法官終於整篇判決書 只寫了三兩個字是人話 黃怡金 劉廷為 郭佑貞 他說我講的 這個 所謂的李靖勇 陳朝鮮 對我講的那些東西 應該只是誹謗文字 而尚不含抽象的謾罵侮辱性文字 意思是說那是誹謗不是侮辱 那就好啦 我告的就是誹謗啊 那不就賓購了嗎 我上訴的時候高院我就拿這句話 我就跟你玩到底 你既然一審法官都承認這叫做誹謗 我還可以加告 這個 這三個法官我一定會告的 慢慢來我們一波一波來 不急 兩年之內我先告你民事 兩年之後呢我告你這個 我告你刑事 你明明知道這是誹謗文字啊 你自己講的啊 第九頁最後啊 他說應謹為誹謗文字 你講的輕鬆啊 傳過水無痕 只是誹謗而已嘛 還沒有謾罵嘛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好好的誹謗一下 這三個惡法官 劉婷為 黃 黃 黃維金 還有 郭佑貞 你看黃怡金 人老了 這惡人的名字不要去記了 好 那他就這麼說了 然後後面還講一堆廢話 說啊對啦 這個他們確實是散播於眾了 這也是算公然的 但是沒有侮辱啊 他只是誹謗而已啊 欸對不起啊 誹謗沒有罪嗎 這個法官是怎麼了 這是什麼腦袋啊 啊 後面寫了一大堆狗 完全就是 不知所云的東西 然後把我們的民視訴訟也沒收了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一定會追訴到底 我們到了高院 我看你李靖勇陳朝鑑這幫惡官 要不要出席 我們會用訴訟策略 我再讓你們去好好的內鬥一下 而且我一路告到底 絕不手軟 我告完他之後 我就回頭來告這三個惡官 黃宜金劉婷唯跟郭宥貞 你們就是惡官中的惡官 該移送法辦就移送法辦 我該移送檢警就移送檢警 照你的意思就是說這樣講沒事 那這只是一個你聽了以後 你個人覺得主觀情感的不快 這還沒有到誹謗你的意思 你看什麼打擊什麼同仁 什麼分化製造社會對立 道理會不會怎麼做 你沒有到誹謀的 對了 那我看到他不會出席 什麼狀態 我不會到誹謀 你不會到誹謹 你不覺得你 別人不遠 你不會當我 你不會到誹謀 如果你能夠去 這個大家當中的 flour God 所以你必須完成 電啊老師 若董蒜 八粒 無量的惡關 請正思法 來顧台灣 讓咱北線 志志的心安 志志啊 電啊來董蒜 為何正義顧台灣 你…有任何人在你的面 尚像看著海太空 海太空 是時止空 沒有任何人在你身上 尚像是在路上 尚像有時候看著海太空 推測回頭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I'm out of the apricotory sk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I've served this scene I've found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be I've been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I guess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I'm laughing but you don't feel alive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I'm out of the apricotory sk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f I jump down Oh, down the river I jump artık I'm in the air You can come out And beeter And beeter I know I know I know mamy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在海外很多的群組呢 在討論台灣的大選 那我遠距離觀察台灣大選 很多人問我說彭P你覺得誰會當選2024 我個人認為 現在這個所謂的下架民進黨 政經關不了 這件事情是台灣的共識 至少有六成五的人是這麼看 這六成五裡面大概有一成的人是鬆動的 就是萬一 另外一組人呢 是更糟糕的 這一成五呢會鬆動 也就是說 大概百分之五十五的機會 如果 這個反對黨推出的人選 就是在野大聯盟推出的人選不夠好 或者是 就是 分裂 那麼 賴清德有可能 就會 拿到了百分之五 過半 就當選 我講的這個 選票不是絕對選票 比例不是絕對比例 我講的是相對比例 就是 當成這個 所有人是百分之百的情況之下 那麼 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還不知道 因為在野大聯盟看起來 多事之秋 弄了半天 現在可能撒卡杜西卡杜都有可能 還在整合 可是 我必須說 我大膽的判斷 只要整合的結果 不要太離譜 民進黨 絕對不可能 連任 賴清德不會當選 你說彭P你怎麼會講這種話呢 民進黨鐵鐵票不是有三成五嗎 我告訴各位 因為阿峰 當然 會想到 他會幫你 試探 其實 肯定是 安排的 因為 大家分享 第一個 現在罵蔡英文沒有人會回嘴 一個都沒有 第二個 罵賴清德 回嘴的人 非常的低調 大部分都說阿般怎麼辦呢 也只能夠挺民進黨 那就被群組裡面一堆的台派深綠的人痛罵 道德敗壞的政黨 把台灣沒收的政黨 把台灣價值 收割的政黨 底下的人 沒有回嘴的餘地 你知道我有個群組叫做挺賴後援會 那我在群組裡面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說 我應該會挺賴清德吧 很早以前就把我加入了 我最近在群組裡面放了一兩個炮 整個群組一百多個人 大概只有三個人出來轟我 轟我的有兩種理由 第一個就是 蔡英文跟你的恩怨 你幹嘛扯賴清德身上 我是沒有回嘴 我懶得跟這些浪費我的時間嗎 貶低我的這個 的這個 你知道人格嗎 我沒有回嘴 可是我在這邊公開的說 我跟蔡英文的恩怨我自己解決 我沒有勘托任何人啊 但這件事情是事關台灣的是非公義啊 這不是我跟什麼黨內初選的恩怨什麼提名 他不提名我 這才叫做個人恩怨呢 我講的是一個詐騙行為 是一個包庇台灣的整個公務機關的這個犯罪行為 這是一個司法不公的殘害忠良的行為 不是只有我啊 林環牆教授賀德芬教授都被污衊 這是整個體系包庇 這怎麼會是個人恩怨呢 他的程度怎麼跟黃偉一樣 認為這是俠院抱不負呢 所以 海外的群組挺賴後援會一百多個人 只有三個人回嘴 一個人說 按這個事情就你跟蔡英文的恩怨 你扯到賴清德幹什麼 這個賴清德當然有關 你是民進黨黨主席 碰到這種社會這麼大的不公不義的事情 碰到你黨員裡面 從政黨員裡面 有這樣子的一個犯罪行為 你竟然坑都不坑一聲 這怎麼跟我沒關 怎麼跟你有關 怎麼會跟賴清德無關呢 第二個就是 那不然要讓中共同志嗎 一定要把台灣送給對岸嗎 不選台派你要選誰呢 那我就馬上問他們說 請問 台派怎麼定義 請問你什麼叫做台派 你給我下一個操作型定義好嗎 學過科學都知道 操作型定義是如何觀察 如何操作 如何測量 請你告訴我 怎麼觀察 什麼樣的人叫做台派 怎麼操作 就是做了哪些事 不做哪些事 叫做台派 怎麼測量 你怎麼量一個人 直化也好 量化也好 什麼樣叫做台派 你講清楚嗎 什麼樣的人叫做台派 請你定義一下好嗎 祖宗八代什麼時候是 簽到台灣的叫台派嗎 還是嘴巴講了多少愛台灣的人叫台派呢 所以我就寫了一個句話 我說 在我看來 你們眼中的台派是 建築犯罪舞台的那一群人叫做台派 我講完以後 沒有人敢回嘴 沒有一個人敢回嘴 那是挺賴後援會 因為我講的是事實 如果你再回嘴 我就把民進黨這八年做的事情 一個一個貼出來 我請你解釋一下 什麼叫台派 好 林環江教授呢 他臉書上貼了一個非常 我覺得非常值得分享 他的標題是 民主的真諦是沒有永久的政權 林環江教授不是台派嗎 他是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的會長 這不只是台派 這是台灣學術界在北美的台獨獨派團體 現在五個月 我會對他在北美的台派 我會不會反映 我們講講大陸 我們們講大陸的 我們的本題 但是我們講大陸的 我們有什麼 有什麼 我們講大陸 你講大陸的 我們講大陸的 脸书上说民主的真谛是没有永久的政权 民主要淘汰腐败政权 迎接新兴的执政团队 民主不是要铲除异己 不能够被政客或民主人们精心操弄 而让民主被简化为蓝绿白的对抗 贾博士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政权已经腐败 是一个台湾岛上阴暗的法西斯新党国 文官体制司法监察媒体学界情志 无不遭到政治的扭曲变形 民主倒退法治崩坏 言论自由跟人权被钳制侵犯 社会伦理道德更是彻底的沉沦 2024年总统大选是阳光跟阴暗的对决 需要台湾海内外正派良善的力量大结局 无论你的政治立场是蓝是绿是白 或是任何其他颜色 任何其他颜色 我说过 今天蓝绿白红 只要对焦公平正义都是战友 听好了 抹红我没有用 我说今天大家的目标只是公平正义 这是凌驾在所有的政党 跟世界所看得到的事情之上的 一个最高的道德标准 因为公益史邦国高举 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党 只要你支持公平正义 大家都是战友我的看法跟林环强教授完全一致 他说大家目标一致 再度完成台湾民主的政党轮替下架法西斯民进党新党国 不要被政治话术所迷惑了 就是一致建议不会被政治台湾的 中文尚球 那个 或者联想起来 一致建立所 是 要先正派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剛才講的這一個 我個人認為非常重要的聖經的經文就是 公義使邦國高舉 罪惡是人民的羞辱 在夜深人靜的時刻 跟你分享真言的經句 祝大家平安喜樂 有個愉快的夜晚 明年見 明年見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